三半 东东旗鼓仪式在县岛 香港和地方旗篓的参与下进行 这严重影响台东金风嘉兰村 拉伦人附入三十多个農作生产及交通的嘉兰潮 中午动工 因为我们的产业都在对面 拉伦人的那个地方 所以呢 因为没有桥 交通非常非常的不便 所以 这三年来都没有动 产业都没有很好的重建 所以有了这座桥之后呢 我们非常非常期待 嘉兰潮在莫拉克风灾中遭到洪水冲回 最后才获得行政院圆明会编列预算 也算是莫拉克重建中金风向最后的一项重大公共工程 如果这座桥梁能够连结成功的话 我相信不管是对地方这个农业生产 乃至于整个观光产业的发展 都是一个取足群众的角色 这笔钱是纯粹是由言明会来去协助的 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非常感谢言明会 整个协助原乡的这样的一个用事 这座经济园的工程规划也有它特别的设计 把它不但做得更安全 然后让它的景观也可以出来 将来我们这个拉伦人的桥 乃至于我们的拉湾桥也都会比以前 更安全 更坚固 然后兼聚到景观 跟代替文化的特征 加南桥新建预计要花300个工作天 顺利的话明年8月前就会完工通车 记者看到非亚科罗台东金风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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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